有人呢跟我讲了一个事情 2022年呢这个楼市全面的放开限制 这么好的利好政策 是在以前呢前所未有的 那么如果我现在买了房子五年过后 那我的房子会不会翻一番 因为呢钱越来越不值钱 而且呢房子虽然多 但是好房子不多 如果呢我买一个地段比较好的 五年以后会不会财产翻倍 很多人呢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那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来进行一番讨论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我们呢先来看一看 2022年这个上半年楼市 都出现了哪些利好的政策 比如说全面的放开了 限购限售限贷 这个人才计划的引进买房的补贴 还有呢降低了首付的比例 以及呢降低了贷款的利率 可以说这是很多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而且这些政策呢 全是一股老的用到了楼市 那么未来五年你的房产会不会翻倍呢 其实呢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 你要看呢你所出的城市 你所出的地段 那么我们还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到底会不会涨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一次的楼市就市行为呢 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那当前楼市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高房价 很多人说现在有房住不炒 确实房住不炒让房价稳下来了 并没有呢出现天价 但是目前来说 很多人口多的城市 人口还在流入的城市 基本上的房价都是过万 那么好地段的更不用说达到三四万每平方 但是呢我们的收入却没有相应的去翻倍 你可以呢看一看2010年的工资水平 到现在呢12年过去了 你再看看现在的工资水平 或者说呢你看一个城市的最低收入标准 好像并没有涨到哪里去 那么也就是说呢 老百姓所期望的是房子能够回到一个合理的价位 但是呢就回不到合理的价位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回归到合理的价位 那又成了有钱人的游戏 就比如说呢 现在的平均房价是五千块钱每平方 放开了限售现代 那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是不一样的 每个家庭的财富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钱的家庭呢 他又可以随随便便买四五套房子放在那里 毕竟呢现在吃房的成本很低 可是呢如果真的到了五千亿平方的均价呢 还有很多没有买房子的呢 还在观望 想着呢房子能够便宜到四千块钱每平方 那这样呢 所有的房产调控都失去了意义 所以说呢 这次的就是行为是治标不治本 为什么没有往根本上去捅 是因为呢 房产在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当中 比重太大了 它会呢有一个缓慢的过程 不能够呢一次就到位 因为呢这也涉及到多方的利益 影响着不同的群体 假如呢规定有钱的家庭呢 只能够买两套房子 不能够多买 没有钱的家庭呢也只能够买一套 不能够多买 那房产市场呢可能比现在更加的萧条 因为房子呢也是商品 失去了交易的属性 那么国家的税收没有了 老百姓呢想改善也没有了 房地产呢变得死气沉沉 房地产呢又影响了80%的其他行业 你可以想象到最后呢影响的就是民生 所以说这一次的楼市就市行为呢 是在这个房住不炒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为呢市场上没有了炒房客 房价稳了 所以呢才有这么多的利好政策出来 目的呢就是要让刚需重拾信心 能买房子就尽量去买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结合第一点分析 为什么现在能够放心大胆的放开这么多利好的政策 就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房住不炒 绝对能够起到调控的作用 所以未来的房住不炒调控指向哪里 指向了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在未来的10年也好20年也好 总归它会全面的进行铺开 那全面铺开呢也就意味着拥有多套房子 家庭这个吃房成本会增加 所有的人呢不敢再炒房子了 那我们中国缺房子吗 其实是不缺房子的 只不过呢由于现在这个持房成本很低 所以呢大家呢都把这个房子握在手中 而且呢房子呢还和其他商品不一样 其他的商品呢可能交易的时候讲究的是快进快出 但是呢房子却不一样 买了房子以后可能有的是5年才出手 有的呢是10年才出手 这个呢都不一定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建了这么多的房子 房子又空置了 那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呢 为了能够盘活这个未来房地产税一定会出来 房地产税出来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让房价慢慢的进行降温 所以说呢现在你去买房子就记住一点 你有需要你就买没有需要你就不买 而我们所说的这个需要呢 是你真正的去需要你为了某件事想要去买房子 而不是说我钱多了没地方放我就要去买房子 那这个呢不是你的需要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5年以后房子到底会涨还是会跌呢 那昨天呢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给大家分析过 就是房子呢先涨后跌 为什么先涨就是因为呢这几年的调控啊 让炒房客没有了 但是同时也打消了很多人真正买房的这个念头 还有很多人没有房子还想买房子 所以今年上半年有了就市的行为 那么今年的政策能够放松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下半年这个交易不温不火 那么可能在明年的时候 这个房产的就市行为会更进一步 再加上呢我们要知道一点 我们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 老龄化越来越多 所以呢你综合这个经济发展也好 综合这个人口想要增加也好 综合这个楼市想要平稳健康的发展也好 总之要想取各种的办法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让人们相信这个房子我买了 我不会亏掉 我不会呢成为我的负资产 只有这样呢老百姓买房的热情 才会积极的去调动下来 所以呢我们目前的房价虽然在高位 但是平稳了 可是呢现在的房价并不是我们一个城市 所体现出来真实的房价房价还需要降 因为呢还有一些城市的房价比较虚高 所以呢根据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呢 就是房价先开始缓慢的上涨 未然呢又会回归到或者说下跌到合理的水平 那么再结合一点就是房价呢会量级分化 人口越来越多的城市呢 这个房价还是呢会上涨 那么人口流失没有产业的这些城市呢 房价最终呢可能会回归到13年14年的水平都说不定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